说实话 女人如果搞不清楚这几件事情 你想要的那种爱情 一定会越走越远的 不论你现在处于热恋期 还是老夫老妻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感情 继续可可斑斑下去 那我今天就说五个要点 记到心里面去吧 第一 学会求同存异 你找的是对象 而不是第二个自己 要学会放大你们的共同点 增加默契 又能尊重彼此的不同的点 第二 不论谁对谁错 女人哭的时候 男人就要停止抱怨 先低头 男人道歉了以后 女人就不要再追问了 给他留点面子 你给他一个台阶下 有的时候他便会知道感恩的 第三 不要坦白你不好的过去 无论你过去是渣男 还是渣女 只要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决定好好爱他 有些事情就让他烂在肚子里吧 第四 永远不要和任何人 分享你们之间的所有的事情 包括你的父母 闺蜜 兄弟 因为知道的人越多 就会把你们之间的矛盾 无限的放大 第五 男人的三大核心需求 一定是被崇拜 被认同 被支持 女人的三大核心需求是什么 是安全感 仪式感 和被偏爱 任何时候 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情 都要把满足对方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 如果你还不清楚怎么做的话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来帮你吧 我来帮你吧 我来帮你吧